他就是来自新加坡善计医社的全职义务执行主席 拿督斯里卓顺发 卓顺发曾经荣获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事务新章 也曾经荣获福布斯亚洲慈善英雄奖 他在成为一名大慈善家之前呢 卓顺发是施诈商界的成功大商人 在新加坡他是无人不晓的家具大王 不过在他这成功的背后却是从苦中来 卓顺发他来自一个非常清寒的家庭 父亲是一名敌事司机 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他全家总共有12个兄弟姐妹 他排行老七 上面还有两个领养回来的姐姐 因此他曾经问过他的妈妈 妈 我们家已经这么辛苦了 当初为什么要领养两个姐姐呢 他的妈妈这样回答 多一双筷子 多一个碗 大家少吃一点 不就能够养大两个孩子吗 大家都是一家人 就在那一刻 卓顺发就领悟到什么叫做大爱 而也正因为他曾经亲自品尝 一样穷苦无助的滋味 因此他更能够深深地感受到 人陷入困境的那种感觉 因此当他下定决心要从事慈善的时候 他是全情地投入 他将慈善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事业 他不收分文 他是义务管理新加坡的善计医社 而且在新加坡不同的地方 设立分社与传播爱心 卓顺发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 来告诉全世界 吃与瘦更有福